現場的跟線上的 諸位法師 諸位統秀 阿彌陀佛 那今天晚上真的很高興 能夠回到農產室來 那就是 我記得在三十幾年前吧 就是大學剛畢業的時候 然後就開始跟聖言師父學佛 那也很幸運的 我就是能夠考進中華佛學研究所 那之後呢 就是剛好那個時候 師父有一筆獎學金 我就拿了那個獎學金 就到英國去留學 然後就回來 那回來之後呢 就是當然就是任教於 這個目前的法國文理學院 一直到現在 所以我必須先慚愧一下說 其實我應該早一點來講 而不是拖到這麼 不過很多東西也是因為因緣具足 好 那這個講題呢 從聲文到大神 事情與聚舍論 跟我的博士論文有很大的關係 那特別是關於 特別是關於部派佛教 那我回來之後 我在學校裡面教印度佛教史 我想2004到現在 17、8年了這樣子 那每次教到部派佛教的時候 總是大家對於部派佛教 真的不太認識這樣子 所以我就定了今天這個主題 那因為有四次嘛 所以我就分了四個單元這樣子 第一個單元是我們先從整個 印度佛教的演變的角度 去了解部派佛教的發展 跟它的重要性 這個是第一個 也就是今天晚上會講的 那第二個呢 我們在部派佛教裡面 有一個非常重要的 說一切有部 不管你有聽過或沒聽過 它對大聖的影響 或是大聖哲學的影響 非常非常大 那第三個呢 就是我們要看一下 世青的聚舍論 它在整個印度佛教史 那事實上 世青影響的不只是在佛教史上 事實上世青影響的包括當時候的 就我們稱為外道 就包括像瑜伽派或樹論派 事實上他們也都讀過世青的東西 所以世青的影響真的很大 然後當然部派佛教過度就是到大聖 所以我們也會探討一下說 是什麼樣的一個佛教環境 那麼讓大聖能夠起源這樣子 那這個是 就是這一次講座的四個重點 所以分為四個呢 就是基本上 像這一次我就先談 部派佛教跟所有切有部的發展 所以今天比較重的是歷史 那當然所有切有部的一些思想也會談 接下來要談一下那些論書 可能會比較枯燥一點 但是反正我們現在有YouTube 對不對 就是反正我會講 然後你聽到你覺得可以的 就是說你覺得你想要先休息 那個都可以就無所謂 第三個就是我整個博士論文的重點 就談解脫道 那這個可能大家有聽過或沒聽過 比如說所謂的從資良 加行 見到 修到 無學到 這樣子 那這個就是所有切有部的解脫道 那基本上會主要是以拒舍論為主 然後當然也會就是 也會提到大培菩薩論 那最後呢 就是會談一下解脫道跟菩薩道 因為事實上 世青在寫拒舍論的時候 事實上 就是以下學界的研究 以及包括我個人 我覺得他已經是在思考大盛的一些問題了 那現在已經有一些學術的證據 這樣子 好 那這個是基本上的重點 那接下來先簡單談一下 世青這個人 或是這位菩薩 對 就是基本上 假如根據漢義的資料的話 有一個就是在大陣仗2049 菩薩盤 盤斗法師傳 瓦斯盤斗 這個是 曾蒂醫師所翻譯的 那我們知道曾蒂醫師 他本身從印度到中國來 他是走 走那個海陸的來的這樣子 然後他翻了 就是說 事實上他也是對維世 很感興趣 所以他翻了 也有一些維世的一些作品 就是早於玄奘法師 那瓦斯什麼意思呢 瓦斯 所以在傳統的翻譯法 有的把它翻作天青 或是士青 因為在泛文的瓦斯 可以是 跟神有關係的 某一類神就是瓦斯 那當然他也跟財富有關係 世間的財富這樣子 所以這個 可以翻天或是士這樣子 那斑度呢 斑度 泛文是從那個斑的 捆綁來的 你想捆綁 對 我們跟親戚啊 什麼都是捆綁在一起的 這是從泛文的理解 就是跟我們有相關的 所以就翻為親 親屬 那我想這個 關於這裡面的故事 我想很多大家都聽過了 我就不再贅述了 就是說他是出身婆羅門 然後聽說他哥哥是吳佐 然後後來就是 這個吳佐菩薩 他有勸士青菩薩 回小向大這一個 我想這個故事 這個大家就聽過 那當然從學術的一些考證上 很早期的一些學者 會認為說 那會不會士青 他是兩個士青 什麼意思呢 就是一個士青 他是寫拒捨論的 他是走聲文聲的 另外一個士青是走大聲的 那為什麼會這樣講呢 因為其實在歷史上 在印度歷史上 很多人事實上可能有兩位 甚至到三位 包括龍樹菩薩 也有人認為龍樹菩薩是兩位 甚至三位 為什麼 因為他們認為說 龍樹菩薩不可能活那麼久 為什麼 因為我們可以說 他是活在150年左右的 可是到後來的一些 一些密教的作品 可能是六世紀 七世紀的又是龍樹的 所以從有些學者的看法 說他會不會是兩個 那士青菩薩也是一樣 就是有一些學界 就是歐洲的學界會認為說 他會不會是兩個 只是同樣的名稱而已 但是以目前的 也沒有目前了 就是說快十年以來的 就是說我們慢慢可以相信說 事實上他應該可以是同一位 意思就是說 他可以是從寫拒捨論的 然後慢慢 然後去思考一些大盛的教育 然後後來他會去 然後他就變成 就是我們說的回小向大 他是有可能是一個人的 那關於他的年代 當然從學界的考證上 當然有很多 因為我們知道說 印度人很不注重那種 很確切的時間 我們在讀一些印度历史的時候 隨便談一位就說 這位活多久 一百年 兩百年 三百年 所以我們只能夠靠一些 就是一些推敲 所以他會有四個說法 一個是從西元320到400 一個是360到440 390到470 420到500 那我想細節 我們就不去考證了 就是說到底哪一個會比較正確 其實我自己我也沒有把握 反正他就是生活在四世紀到六世紀之間 但是很重要的是說 這個是什麼時候 這個在印度呢 我們說它是一個極多王朝的時候 極多王朝是一個什麼 可能大家對印度不太 歷史不太熟悉 假如我們用中國的歷史去譬喻的話 極多王朝有一點像中國的唐朝 就是說其實在整個政治也穩定 在經濟上也發達 跟其他的貿易 所以我們發現在極多王朝時期 整個印度的 不管是宗教上 或是文化上 甚至文學上 都出了很多人才 這個是極多王朝的 好 那麼回過頭來 我們來談一下世青 世青假如我們 就是根據傳記呢 就是說他是在說一切有部出家的 這個沒有問題 那出家之後呢 聽說他有偷偷的 這個是傳記講的 跑到那個Kashmir 加斯米羅 就是當時候有部的大本營 偷偷地去學匹婆薩論的教義 什麼叫偷偷地學呢 因為其實當時候世青 就是在那個建陀螺一帶 已經算是有點小出名了 那他為了要能夠更加了解 匹婆薩論的教義 所以他就是 就不說他是世青 所以他就去學 學學學 結果聽說是被一個 有天眼通的 Skandila的老師發現了 然後發現了怎麼辦 因為當時候你假如是 偷偷地去學的話 那問題大了 搞不好會把你綁起來 或是怎麼樣 不過還好啦 以前的印度不會那麼殘忍 但是你就學不到 所以Skandila就跟那個 世青講說 就是你要小心 那你可以的話 你趕快你先走了 要不然你被別人知道的時候 可能會有些麻煩 然後世青就走了 走了之後呢 世青就聽說就寫了 聚舍論 因為假如我們看過聚舍論的話 聚舍論他先是有寄送的 他就把寄送 就是送給 當時候就是在這個 Just Me Lord的 這些學這個 彼婆沙論的 那他們看了之後 就覺得很高興 哇 這個是弘揚我中 弘揚我們這個 彼婆沙中的教義這樣子 可是那個有天眼的法師呢 就說不要高興得太早 寄送是這樣寫的 但是他的長行 他在解釋寄送的那些東西 請他再寄 就是請他再送過來 我們來看一下 結果等到這個 世青把這個長行寫好了 送過來的時候 大家一看就說 糟糕 有一些是說我們OK 可是有很多在批評我們的 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他在有些教義上 他會比較傾向於精量部 或是精部中 那精部中很多在批評 這個彼婆沙中的 譬如說三四十有的教義 那精部中就認為說 過去沒有未來也沒有 就覺得現在有 那還有諸如 諸如其他的一些東西這樣子 然後他們就很生氣 說怎麼可以這樣子 好 不管 不管 可是我們知道 世青在寫拒捨論的時候 他是認為說 好 我今天 我今天我到加斯米羅 學了彼婆沙 但是我自己 我有一個就是說 他有道理的我接受 假如沒有道理的 那當然我就不能接受這樣子 所以他雖然是從 說一切有部出家 可是我們知道 他在寫的過程 他會傾向於精量部 那就寫了拒捨論 那後來我們知道說 就是 後來就回向大盛 然後他就是一個 唯視學的專家 我們也看到說 他又學了唯視二十送 三十送這些東西這樣子 那另外一個很有趣的是說 我們在漢義裡面 我們有看到說 就是世青也造了一個 無量壽經 幽波提色怨聲劑 那這個也稱為淨土論 或是往生論這樣子 那就是 假如我們把終結一下 我們覺得說 世青還滿有趣的 就是從僧文聖的說一切有部出家 然後他在教育上 又覺得比較傾向於經部 然後後來又回小巷大 那到了 或許是晚年 我也不知道 就開始 就念佛 要往生淨土 很有趣的一個人 那我在這裡再補充一下 精量部或是經部中 經部中也是一個 本來他也是算是 就是說一切有部 因為我等 就是 之後的會提到 說一切有部算是一個 一個比較大的部 底下可以分一些支派 本來經部中算是 有部的一個支派 但是後來他就是 獨立出來這樣子 他為什麼叫經部呢 因為他認為說 因為當時候的 彼婆沙 或是彼婆沙宗 彼婆沙師 他們到後來 真的是有點過分了 過分到怎麼樣呢 他們就認為說 因為他們的彼婆沙論 做得很好 所以他認為說 阿彼達摩論呢 是了意的 經是不了意的 他們聽就覺得很奇怪啊 怎麼佛陀說的法是 這個經是不了意的 那反而是論是了意的 然後他們就解釋了 說不不不 你聽我講 佛陀說法的時候 佛陀是怎麼樣的方式說法 佛陀說法 它是應激的 對不對 它會針對某個人 或是怎麼樣 佛陀還有一個好處 他很喜歡講故事 我們也知道說 有一個本來是學音樂的 去問佛陀 怎麼樣能夠好好修行 那我們都知道這個故事嘛 那佛陀就跟他講到說 你知道你的那個樂器啊 就是假如你太鬆的話 你彈不出聲音 太緊的話你又會斷 那你就是按照這樣子 所以我們在經裡面 就是不管是我們在 這個漢裔的阿涵也好 或是在巴黎的這一種 這一種 尼開亞也好 我們也發現說 其實在經裡面 很多佛陀都會講一些 譬喻啦故事這樣子 那彼婆莎斯他們就 彼婆莎中就說 這不對 為什麼 為什麼不對 因為這只是故事而已 它不涉及真理 所以我們需要是真理 那我們怎麼樣能夠講真理呢 就是說我們把時間 空間 人物去掉 再把故事去掉 剩下的那個就是精華 這個就是我們彼婆莎是要學的 那從某個道理上來看是合理啦 就是說這個 我們等一下在談這個 佛教教育發展的時候 在某個程度是合理 可是當你這樣做的時候 經就不是經了 所以就有一群人就認為說 那這個就後來的經部中 那之前呢 就是也有人把經部中 稱為譬喻師嘛 因為這些人他們 假如講佛法的話 他們就 也很喜歡講故事這樣子 其實跟我現在也是一樣 就是上課我也很喜歡講故事這樣子 因為你不講故事的話 學生就會打瞌睡 OK Anyway 所以 這個是 視親他個人的一個轉變 那 基本上我們會認為說 這個 在 這樣子一個人 真的是一個很有趣的 好 那 接下來 就要從 佛派佛教開始談起 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跟我一樣 我是 對 我25歲 我進中華佛學研究所 但是我必須坦承 我剛進 中華佛學研究所的時候 我讀過的 我讀過的書 跟佛教有關的 就是金剛經 對 然後 因為那時候是聽師傅在講金剛經 因為那個時候 師傅每個禮拜天早上會有 彈金剛經 然後我就說 好 金剛經 然後我就是 我也開始送 送金剛經 這樣子 那我自己也 也有些感應 我講我最大的感應是說 其實我從小到大 我就是想東想西 會想很多 然後 我不知道我一直心不安 我一直在追求人生的真理到底是什麼 這樣子 但是很有趣的是說 就是送金剛經 要送完之後 以前我會磨牙 每天晚上會磨牙 後來這個磨牙就不見了 就沒了 那當然跟也有打坐 那我在上佛言所的時候 那個時候是 李治夫老師有在上布派佛教 然後 那個時候我上布派佛教 我很痛苦 你知道嗎 因為我是大聖佛教徒 這樣子 對 然後 佛言所竟然開布派佛教的課 這樣子 然後 就是 我會有幾個問題 然後跟大家分享 我第一個問題就是說 哇 生團就是和和的生團 那竟然是分裂這樣子 怎麼可以發生這種事情 太沒有天理了 到底是誰在分裂 發生了什麼事情 所以我就想說 這個布派佛教會不會是 印度佛教史上的一個錯誤 所謂的錯誤就是說 OK 早期佛教嘛 佛陀嘛 那之後我們直接到大聖好不好 就是 我們就是跳過布派嘛 對不對 就是說 直接到大聖了這樣子 對 那 而且就是 會把布派佛教 講成這種小聖佛教 這樣子 那後來 就是慢慢看書 我們才發現說 當我們在講小聖的時候 我們可能要小心一點 為什麼呢 因為 假如從梵文的角度來看的話 他用的是 hina yana hina hina 當然我們中文 就是大小 小好像也還好 沒有什麼 太貶低的意思 可是當我們 學梵文 我們去看 hina這個字的時候 它是有貶低的意思 假如不用貶低的話 他可能用tula small 小的 可是用hina呢 其實用中文的翻譯 它事實上就是低劣的意思 inferior 假如我們用英文講的話 它是低劣的 就是低劣的佛教 這樣子 那我們說真的 假如我們是自稱 我們是大聖佛教徒的話 那你既然都沒有辦法容 容納這樣布派佛教的話 那我們怎麼還可以稱為 大聖佛教徒 所以我們稱大聖是 喊假的 就是喊大 但是我們大 所以我們絕對排斥小 這樣子 所以 我們在談佛教史的時候 我們希望能夠用這個 Swarvaka Swarvacayana 用僧文 因為畢竟 這個是佛陀建立的神團 而且它就是一直傳下來 那當然 我們在 就是我不知道大家 會不會跟我 年輕的時候 有同樣的錯誤的想法 就是說 因為我們打開那個 不派佛教 打開印度佛教史 我們這個一張一張在講說 我們有早期佛教 我們有不派佛教 我們就有大聖佛教 然後還有密教什麼的 那總感覺到說 當我有大聖了之後 不派佛教就沒有了 對不對 就是說因為有了大聖嘛 所以不派佛教就沒有了 這樣子 後來才發現 完全不是這麼回事 不派佛教 是不是因為有大聖興起之後 就沒有了 不是 它一直都存在 它一直都存在 其實有的大聖 甚至初期大聖起來的時候 其實剛開始學大聖的人 可能沒有我們想像中的多 因為我們是走漢傳的 就是說 佛教傳到中國的時候 是大聖先傳進來 所以我們總以為就是說 大聖在印度 應該是很理所當然的 可是從整個印度佛教史上 來看的話 不見得是這個樣子 因為 其實所謂的不派佛教 所以是聖團 其實印度的聖團一直都在 我們想想看 世青它已經是到四世紀 或是五世紀了 它還是 它那個時候說一些有不 還是非常的強大 所以 並不是說有大聖了之後 就沒有不派 就沒有不派的一些聖團 OK 好 那不派什麼時候沒有 我想是跟著佛教一起滅亡 也就是說當十三十四世紀 我們知道穆斯林進來之後 那個又是另外一個印度佛教的 印度佛教史上的發展 好 那為什麼要談這一個 我就想到說 其實 我覺得 我們在學一些東西 特別我們在學 佛法 或是我們談佛學好了 談佛學的時候 其實最好還是要從最基礎學起 因為我一直都是這樣想的 當然有些人會講說 這個莊老師好像還蠻聰明的這樣 可是我從來不會認為我自己聰明 我覺得 可能大家會認為我聰明是因為 所以當我在學一個東西的時候 我一定要從一個最基本的東西 你讓我知道最基本的東西 那我可以從最基本的東西 我慢慢開始學起 那以佛法來看的話 我們知道 在西元的 像阿底霞有提到普利道登論 以及乃至於後來大家很熟悉的 中科巴大師的普利道次第廣論 有沒有 他分下世道 中世道 上世道 那事實上也講得很清楚 就是說我們是不是一下子馬上就可以到上世道 其實有些修學你還是要一步一步學 當然我們可以發心 我們可以發很大的心 可是就修學的次第的時候 還是要慢慢的學起 那當然另外一個我要提的就是說 就是在師父的課堂上 因為那個時候 我算是很早期的師父的弟子 我記得 我剛進佛音所的時候 那個時候還沒有法谷山 對 就是 那後來才 就是好像是我第二年還是第三年才有法谷山 那我記得師父提過說 他有一篇文章 他覺得說 那個他寫得很好 假如以後要入帳的話 應該就這一篇 那這一篇就是 那個從小我 大我到我 那當然我們知道後來他就是 就是做了一個小小的 那個那個那個 加上一些語詞 一個肯定自我 提升自我 然後到驍容自我 所以 對 就是我們當然一直講無我 可是我們有沒有辦法一下子就做到無我 我想我們所有人都不可能嘛 對不對 那要怎麼樣從小我開始做起 那當然就要先肯定自我 那肯定自我並不是說我就是很自私 我就是說我自己一定要怎麼樣 所以他才會有這個步驟 就是這個師父的步驟是說 我們先肯定自我 我們先 就是 肯定了自我之後 我們再慢慢的去提升自我 有辦法提升 最後我們當然能夠到一個無我的境界 就是消融自我 那這個也是 就是在這一次法谷講座裡面 就是想跟大家分享說 我為什麼要提這個步派佛教這樣 而不談大聖的東西這樣子 就是除了我所熟悉的 我也覺得說 譬如說假如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學過 唯士或中觀 那不管你是學中觀也好 唯士也好 假如你懂得步派佛教 假如你懂得阿彼潭的話 你對於唯士中觀 你可以有更進一步的認識 那這個也是在這次講座裡面 我希望跟大家分享的 好 那 對 簡單談一下這個歷史 就是 我想很多 我就不談 就是 太 太詳細的 我們就是 從很簡單的 就是 我們知道說 假如根據文獻的說法 說佛滅後一百年 步派就分裂為上座部跟大宗部 那我不知道你們會 會不會跟我一樣 很調皮 你知道嗎 我當學生的時候 我馬上就問說 事情有那麼剛好的嗎 就是佛滅後一百年 這樣子 對不對 然後後來才知道說 反正這個歷史記載 一百是一個吉祥數字 就是說 事實上可能不是一百整 它可能前後會有一些差距 然後它會分裂為上座部跟大宗部 我想這個大家會聽過 但是我不知道你們 你們會不會提出疑問說 它為什麼叫上座部 它為什麼叫大宗部 這樣子 後來我查了一些 包括二手資料 什麼 查了老半天 我得到一個結論 上座部跟大宗部 其實在當時候 只是一個很普遍的名字 它沒有什麼意義 對 為什麼叫上座 上座的意思 是說 反正我們就是 聽長老的話 那從長老的話 傳下來的 就這樣子 大宗呢 就是很多人 一堆人 這樣子 對 跟年齡也沒有關係 可能有些人會覺得說 上座部的年紀比較大 大宗部的年紀比較輕 這是完全錯誤的概念 為什麼 因為 假如真的是分年紀的話 那你本來是大宗部的年紀輕 等到你年紀大的時候 那你是不是要跑道上座部 沒有道理 OK 沒有道理 好 那很有趣的是說 假如我們在談部派佛教 我們要談分裂的原因 那這分裂的原因 很麻煩的是說 在漢義跟南傳巴黎的那些 文献來看的話 它有兩種說法 一個 假如我們根據 義部中倫論 就是漢義的 北傳的 它是說 這個是教義上的分裂 那我想就是大天武士 大天武士就是說 即使你證了阿羅漢 你還是會有懷疑 而且你甚至 你都不知道 你是證了阿羅漢 還是有別人跟你講 然後你晚上還會在那邊叫 哭啊哭啊 OK 好 對 你不要問我為什麼 我在讀這個的時候 我應該覺得很有趣 那在南傳的律葬裡面 他就提到十四非法 這是跟戒律的 好 那到底哪一個說得對 OK 我們再進一步的再看一下 就是 關於教義 我不談大天武士 因為我覺得那個 就是我自己都覺得很好笑 但是在義部中倫論裡面 假如我們提到上座部 跟大眾部的 教義上的分別 就是我列了一點 就是說 假如以大眾部來講的話說 一切如來無 沒有這個有漏法 所以諸如來雨 皆轉法輪 然後上座部是說 並不是如來雨 皆是轉法輪 這什麼意思呢 就是我們要用現在的話來 來去給他解釋一下 就是說 簡單的講的是說 譬如說佛陀會問弟子說 你吃飽不 你吃飽了沒有 這樣子 假如你是大眾部的話 你會說 等一下 佛陀絕對有生意 問你吃飽沒有 這一定跟轉法輪有關係 對不對 是殘月為食 是怎麼樣 但是大眾部都講說 還好吧 OK 這個是 就是如來雨 是不是都是轉法輪 OK 好 接下來呢 大眾部也說 佛語一音 說一切法 一音是什麼意思 因為我們知道說 佛陀講的 假如我們說佛陀 是講摩羯陀語 現在我們也不太知道 摩羯陀語是什麼 但是大概可以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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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拟一些出來 就是說 他不是泛語 他是比較像是 方言性的 一種語言 這樣子 對呀 那佛陀用一音呢 意思是說 你不管是什麼地方的人 在聽佛陀說法的時候 你都可以聽得懂 而且 聽的就是你自己的語言 這樣子 對呀 譬如說假如今天 佛陀在那邊說法 那假如說 我的母語是台語 我可能就聽到是台語 一音說一切法 但是上座部又說 沒有啦 沒有啦 沒那麼厲害 那不是一音說一切法 然後接下來大眾部又說 世尊所說 無不如意 然後上座部說 其實世尊亦有不如意的 對呀 那什麼叫如意不如意呢 這個就是 假如要我用批語的話 就是說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去想過說 世尊他會不會講一些冷笑話 對不對 我覺得是會喔 那你假如是大眾部的 可能就罵我 就是說 世尊所說 沒有那種不如意的 那你假如是上座部的 你可能會說 會啊 有時候世尊講個冷笑話 有沒有 那事實上我們在經典有沒有發現 世尊講冷笑話 有啊 我講一下啦 你們會不會笑 我就不知道了 可是當時候搞不好 世尊有在笑或怎麼樣 因為我們知道 世尊他是反對那個 種性制度的 對不對 就是婆羅門 差地利 那個 費色 守陀羅 那假如根據費陀經來講的話 有個圓人嘛 對不對 婆羅門呢 是從那個圓人的什麼 頭出來的 對不對 然後差地利是從肩膀手 手陀羅是從 費色啊 是從肚子 然後 然後 手陀羅是從腳這樣子 對啊 然後佛陀就說 可是我們明明都是從 母親的那個子宮出來的 然後 原人就是在那裡嘛 對不對 OK 這個 我們聽不會覺得冷笑話 我們覺得說 這個只是一個 批評當時的理論 可是 對佛陀來講 他覺得說 這個可能會有點好笑 那當然大眾部還有說 佛無睡眠 就是說 無睡夢 意思是說 佛陀不需要休息的 那假如說 我們看上座部 或者說有一些 巴黎文獻上的 我們知道 佛陀晚年 他怎麼樣 他三不五時 他會背痛 他為什麼會背痛 因為他六年苦行 可能傷到了不知道哪裡 傷到了脊椎 或者怎麼樣 所以他有時候 他會叫 那個 像 瑟利佛啊 或者怎麼樣 來幫他講一下 這樣子 那這個是上座部 那當然 大眾部又說 如來色身 實無邊際 如來威力 亦無邊際 諸佛 受量也沒有邊際 這樣子 那包括說 如來達文 不帶思維 一刹那了一切法 這樣子 那我們就可以看得出來說 大眾部是很有那個 就是 對我們今天會覺得說 就把世尊 就是認為說 他是一個 很高高在上的 這樣子 所以假如根據 大眾部的說法的話 那 如來 在一刹那 可以了一切法 意思就是說 就是 世尊 只用一刹那心 他就可以了 所有的現象的 所發生的一些事情 這樣子 那這個當然 在上座部 就是說 雖然在 異部中的論 沒有提到 但是基本上 上座部 他們是不同意的 好 那 另外一個呢 另外一個是 戒律的問題 戒律的問題呢 這個就是 所謂的 十四非法 這個在 律障裡面所提到的 那十四 我就不細談了 可是 我們可以提到 就是有幾個 譬如說 氣中炎 將炎放在 這個角氣當中 這個我們今天會覺得 沒有什麼道理 可是假如 我們回到 當時候的時候 很有道理的 為什麼 因為 生團是怎麼樣 日中一時 可是假如 天氣變得 比較冷的時候 然後 你會覺得說 你沒有辦法 遇寒的 過程當中 我們可以吃一點 什麼 鹽巴 對不對 有點鹽巴吃的時候 可以讓自己 有點體力 這個就是 就是你能不能 存一些鹽巴 過夜 那其實 依我們今天來講的話 我們會覺得說 我們的整個 生活形態已經 不一樣了 對不對 可是在 當時候呢 這個是一個 很嚴重的問題 另外一個 兩指鏡 也是一個 很嚴重的問題 也就是說 因為 以前沒有手錶 看日軌 兩指 就是說你太陽 下來之後 日影 插兩指 就是理論上 可能是 差不多是 半個鐘頭左右的時間 然後 然後有些 有些就認為說 其實過了十二點 當時我沒有手錶了 就是說 可能就是 過了正中午之後 還是可以吃吧 對不對 就是說 不差那 不差那一點點時間 但是有些說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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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說 一定要在 十二點之前 一定要把它吃完 這樣 這個到底影響什麼 假如我們去了解 當時候 當時候是脱波嗎 脱波 脱波 我們想想看是說 假如我們是 生團 集體 就是說我們是 集體行動 一起去脱波的時候 不會造成什麼困擾 但是 假如你說 OK 我可以晚一點 這個所謂的 兩指鏡 意思是說 可能有些人 已經先去脱波了 但是 你希望能夠 可以晚一點點 晚半個鐘 以我們現在的理解 我晚半個鐘 我再脱波 可不可以 理論上 好像看起來 沒什麼太大問題 可是 有時候 這個會 怎麼講 這會 對居士 會有些問題 就是說 你可能 生團來的時間 會不太一樣 那他們會就覺得說 這個可能不太好 那所以 主張的就是說 兩指鏡的說 不行 我們就是要在 固定的時間去 這樣子 然後另外一個 聚落鏡 就是 就是說 就是我在這個村子 脱波不到的時候 我能不能再到 其他的村子 因為 我就完全沒有東西 對不對 那有些就不行 說不行 有些就說可以 那住處境 當然是說 我在一個 同樣結界裡面 我能不能 就是說 我們不同的 我們舉行 步煞的時候 我們不一定要在一起 那 這個 以西方來講 說不行 一定要在一起 那叫東方比丘 就說 可能可以 那最後一個 也是到目前 我們一直在談的問題 就是說 要持金銀鏡 金銀鏡 這個 這個在巴黎文 這個字呢 事實上就是金子跟銀子 就是 當時候我們知道說 貨幣的 實際的 當然就是 就是用你的貴重金屬 下去算 好 那 其實這個一直是個問題 是對出家中 就是說 OK 假如我們真的要持 金銀鏡的時候 那怎麼辦 事實上 以我的理解 現在不可能 以前也幾乎是不可能 怎麼講呢 就是說 你完全不拿錢 當然說 OK 我出家中 我也沒有什麼需要 我當然不拿錢 可是要注意一點 在印度當時候的社會 假如你要去 從一個地方 到另外一個地方的時候 現在 搞不好現在都還有 當你這樣走走走 你走到一個地方 他可能會把你圍起來 有沒有 這個就是我們常講的 什麼 此山是我開 此路是我栽 對不對 你要過的話 你要怎麼樣 對 他可能 就是說 他不會跟你要很多錢 可是 以 假如我們現在來講的話 他可能說 好 你要過的話 你給我個十塊錢 我就讓你過 這樣子 好 那 以 那些村民 他會不會說 你是法師 就不要錢了 他可能不是 他管你的 就是說 你不管什麼人 你要過我這個 你就給我十塊 這樣子 不給十塊 我就不讓你過 所以這個時候 雲游的比丘 要不要拿錢 這樣子 所以 這個一直是個問題 那南傳用 近人的方式 近人 大家聽過近人 就是說 就是 OK 法師不拿錢 可是有一個近人 要幫你付錢 這樣子 但是假如以 現在社會 我們想說 這個也不是一個 好方法 我們說句實在話 就是說 不管你走到哪裡 一定要有人 幫你拿錢 但是你還是有用錢 所以 我覺得 對於戒律的問題 我覺得 還是要回到 佛陀那個時候 整個自戒的精神 我們要從精神下去看 對不對 好 那到底哪一個說法 是對的 也就是說 到底是 就是根本的 這種不派分裂 到底 是因為教育上的問題 還是戒律上的問題 其實不應該講戒律 戒律講得好像很嚴重 事實上就是 生活作息的問題 大家會覺得 是什麼問題 答案是 對 戒律的問題 為什麼會是戒律的問題 而不是教育的問題 這個時候要 脈弄一下英文 這是在我的 就是我在英國讀書 我們系上兩個老師 一個是我指導老師 另外一個 就是教印度佛教師 Paul Williams 他在他的書裡面 就有提到說 其實假如我們去思考 佛教的本質的時候 就是有兩個 有兩個概念 一個概念叫做 Author Dox Author是正統 正統的意思 那Dox呢 就是Doctrine 就是教育 正統的教育 另外一個是 Author Prax 就是Practice 我不太會翻 正統的實行 或是正統的實踐 修法 那他用了一個比喻 假如我們看基督教的話 基督教最主要的問題是什麼 是教育的問題 假如你教育不對的 你都有可能被砍頭 怎麼講呢 就是說 譬如說在討論 耶穌基督的時候 請問耶穌基督是有神性 還是有人性 還是只有神性沒有人性 等一下 我們不能說耶穌基督沒有人性 OK 那 假如你站錯邊了 那你就 你就很危險了 甚至會砍頭 但是 反觀佛教 佛教似乎從來不會有這種 立場 就是說 今天我覺得 佛教或是佛法 事實上 我們可以學 中觀 學為事 匹壇 如來 障 其實都OK 這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對不對 所以佛教一直不 就從來不會是 Author Dox的問題 它是什麼 Author Prax的問題 Practice的問題 意思是說 我們今天是依照什麼樣方式去實踐的 四聖地 八正道 諸行無常 對不對 那你假如說 我今天實踐的是說 有一個法是恒常的法 那就是違背了這種Author Prax 對不對 就是說 違背了佛陀 教我們要怎麼樣下去做的 那戒律呢 事實上跟做 也有很大的關係 意思就是說 我們要怎麼樣去實踐佛法 因為 對我常開玩笑說 在巴黎經文呢 佛陀教什麼 佛陀說他教兩個東西 一個是法 一個是律 所以佛陀是法律系的 那法是什麼 法就是 佛陀所教的法 律是什麼 就是我們的 就是生團的這種 就是 行為規則 或是行為規範 這樣子 好 那 所以我們看到說 不派佛教之所以分裂 主要是因為 因為什麼 它不是因為教義上起衝突 即使有不同的教義 其實大家都還可以接受的 就是我們從 整個印度佛教 我們也可以看得到 譬如說你今天是一個 說一切有部的 然後 你到了 譬如說你要掛單 那個可能是法障部的 你能不能掛單 可以啊 當然是可以 可以掛單 但是假如是基督教的話 你就可能很危險了 為什麼 因為假如你是新教的 跑到天主教的 那可能 對 那就有一點危險了 這樣子 好 那 接下來就是 我們要談一個 很重要的一個問題 就是說 那不派佛教 它到底 它的重要性到底是在哪裡 它的重要性呢 很重要的是說 其實不派佛教 就是佛教的 整個佛教在發展 為什麼呢 我們可以先看一下 就是 我們說佛陀 它主要 油化的地方在哪裡 就是 以我們現在的理解 就是歷史上的佛陀 它油化的地方 應該是在什麼 在恒河一帶 我們知道佛陀出生在哪裡 蘭比尼元 對不對 那個 那個 倫比尼 倫比尼 這個地方呢 現在可能是歸到了什麼 尼泊爾境內 對 可是不管怎麼樣 它是一個 比較上游的 那一直到下游 這樣子 那當然南傳的 譬如說在斯里蘭卡 會說 佛陀有到斯里蘭卡去 諸如此類的 但是假如說 我們從一個 歷史的角度來看的話 去的可能性 可能不是那麼高 因為也沒有飛機 假如要用走的話 也沒有車可以開 所以假如要從恒河 一直到斯里蘭卡的話 可能要走個 我看 少說一年 我看一年能不能走得到 這樣子 好 當佛陀涅盤之後呢 我們發現說 佛教開始在發展 我們為什麼會知道 佛教開始在發展 就是 主要的是從 一些考古的資料 考古什麼東西最好挖呢 佛塔 我們發現佛陀滅後呢 就是一百年甚至一百多年 兩百年 我們會發現說 在整個印度 特別是北印度 我們找到很多佛塔 佛塔就開始成立了 那有佛塔就表示說 有佛教徒 甚至有僧团 因為 我們知道說 佛塔它不可能 單獨一個佛塔 就是說 我們要有佛塔 在有些 在很大的情況之下 旁邊就有僧团 所以 OK 所以我們就看 所以我們就提到說 在佛派佛教的時候 佛教在整個在發展 可是它為什麼會發展 當然有內因跟外源 那內因主要是說 佛陀的教法 它採取的是中道 因為我們知道說 當時候佛陀 它是提到說 當時有兩 就是說 假如要提到說 印度的這種 宗教的分類的話 一邊是婆羅門 一邊是沙門 當然我們說 我們 佛教是 比較傾向沙門 可是也不是那麼沙門 婆羅門呢 它是在家的 也就是說 它是可以在家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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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以在家的方式 所以佛陀說 這個可能你在家 在某個程度 你還是會單做於 預熱 所以你要遠離 在家的預熱 另外一邊呢 是 就是 沙門 那沙門呢 我們最 就是 最明顯的代表 就是 奇納教 奇納教的沙門 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現在知道說 假如是 奇納教的話 他們是 奇納教的出家眾是 什麼都沒有 無所有 所以 他也沒有衣服穿 他也沒有播 他什麼都沒有 這樣子 那 但是 很明顯的佛陀 不太喜歡這樣子 我在想 可能是 他當王子 也有 有點關係 他說 出家眾 假如沒有衣服穿的時候 是不是有一點 怪怪的 還是 所以 能不能讓出家眾 有一些 minimum 最 最小 最少的一些 生活的資訊 這是後來我們所 稱為的 四資訊 對不對 我們有衣服 我們有 波 對啊 然後 我們還有 醫藥 還有臥具 這一些 那你假如是 傳統的 沙門的時候 這些東西是不能有的 那你會覺得很奇怪 說 他們脫播的時候怎麼辦 他們沒有播可以脫 對啊 大家有沒有 想到說 那 脫播的時候怎麼辦 現在 有些露營也 還在用 用什麼 用樹葉 對對對 我們用樹葉 比較大的樹葉 去脫播 吃完之後 這個葉子就丟了 衣服 沒有衣服穿的時候 怎麼辦 就是 以 正統沙門的方式 來去撿 對 哪裡可以撿得到 對 往往是 那個 因為印度 印度的文化 其實從佛陀那個時候就有 死了之後就把它燒了 但有時候 燒的時候 他們可能會燒得不是很乾淨 所以 可能有些 死人穿的衣服 還留在那裡 就是拿那些衣服穿 那假如說沒有衣服穿 就沒有衣服穿 但是 佛陀會認為說 生團 似乎可以不需要做到 這個樣子 就是說 我們是不是還可以保留一個 最基本的那個要求 所以 以佛教來看的話 它是 近 它是 接近沙門的那個 那個作物 可是它不完全是 典型的沙門 這樣子 那也就是因為這樣子 在當時候 我想 因為 當有了生團 而且有一個最低的 生活之距的時候 事實上 有很多修行人 可以怎麼樣 可以存活下來 因為你假如是一個人 在外面單打獨鬥的時候 有時候你生病 或怎麼樣的話 你可能就餓死了 或是病死了 所以 佛陀成立這種 忠道的這種 生團 其實在當時候 起了一個相當大的作用 那 這個是一個內因 那另外一個外源 那當然我們就提到 這個我想 這個我就不用再多說了 阿育王 這個 太出名的人 阿育王 有三件事 是非常重要的 一個就是廣照佛塔 那第二件事 派遣洪化師 兩個兩個一族 就是說 去弘扬佛法 還好啦 就是 我在讀書的時候 想說 他假如是 那個時候法師 假如是 去洪 洪法的內容 假如是 洪法阿皮達摩的時候 我想佛教很快就滅亡了 洪化這麼難的東西 但是我們知道說 其實當時候洪化師 洪化主要是什麼 故事啊 最出名的像法華經 法華經是一個非常好的經典 在早期非常好的經典 為什麼呢 因為法華經有很簡單的詩句 大家都會 諸而莫作 眾善奉行 致敬其意 是諸佛教 這個還附有一些故事 寄宋還附有一些故事 所以在洪法的過程當中 會跟你講一些故事 講完之後 就唸一個寄宋給你聽 那大家聽完就 哇 很好 就是說 我只要想起這個故事 我就知道說 那這個洪法 這個說的內容到底是什麼 所以這個派遣洪化師 那根據我們學術的研究 這個洪化師可以 最遠的 甚至到哪裡呢 甚至可以到地中海東岸那邊 地中海東岸就已經是 現在的以色列那邊了 聽說 有一些考古的資料 有發現說 洪化師可以到那麼遠 第三件很重要就是說 它立了一個碑柱 碑柱我想這個大家知道 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重不重要 很重要 為什麼那麼重要呢 因為 我們現在就是 在十八世紀 十七十八世紀的時候 因為佛教已經沒有了 所以佛教那些遺跡呢 根本就是找不到了 那西方的那些考古隊 要怎麼樣能夠知道呢 譬如說 當時候是怎麼樣發現 佛陀出生的那個 倫比尼元 靠的就是這個 因為他們在 其實當時候就是 就是森林 在森林當中 發現了 有個柱子倒下來了 而且就一截 還好 變毒了之後 知道說 這是佛陀出生的地方 另外一個 這個就是三祈的佛塔 這個等一下我還會再講 因為三祈佛塔 也是差不多在 阿易王那個時期的 佛塔上面 都會有一些雕刻 這雕刻 雕的是什麼呢 就是 跟我的研究有關係 本身佛傳 我也很喜歡本身故事 佛傳故事 這個有空我們再談 好 那剛剛是對 布派佛教的一個歷史 做了一個 簡單的一個描述 那接下來我們要談 思想的部分 這個 就是 就我們一般在讀 印度佛教史上 就是 布派佛教主要的思想是什麼 我想大家都可以講 就是阿匹坦 我等一下會講 阿匹達摩 但是我個人比較傾向 會講阿匹坦 那我們也知道說 這種阿匹達摩思想 或阿匹坦思想 它就是 後來就是 到了大聖哲學 但是這個只是 一般我們在 看佛教史上 就是 他會提到的 在 布派佛教的時候 主要的思想是什麼 但是 以我個人的研究 其實我會覺得說 還有一個 很重要的東西 這個也是 剛剛我們有提到的 雕刻在佛塔上面的 是什麼東西呢 佛傳本身的故事 什麼意思呢 就 也就是因為有佛傳 有本身 其實這個就是 所謂的菩薩思想 跟破洛蜜思想的 一個起源 怎麼講 這個就是 像映順導師講的 就是說 對佛陀的永恒懷念 這個是大聖起源的 原因之一 就是我們想想看 就是說 就是佛陀是一個 很好的導師 好 那這樣很好的導師 涅槃了之後 弟子會懷念他 然後佛陀教導的是說 要怎麼樣 離苦得樂 解脫 成阿羅漢 但是 我們在早期經典 並沒有提到說 要成佛 這個事情 可是 作為佛弟子 就會開始想說 對 我們可以 就是像佛陀的教導 就是我們 尋找解脫的方式 但是 另外一個想法是說 那我們能不能 就是說 佛陀到底 祂做了些什麼 或是說 祂是經過了些什麼 而成佛的 我們能不能效法 祂這個樣子 那這個就是一個 本身故事的一個起源 那 本身故事 要能夠推展開來 以今天來看的話 很簡單 為什麼 因為我們有手機 我們有Line 對不對 我們每天早上 會收到一大堆 那個什麼 那個 什麼文 但是當時候沒有 當時候沒有怎麼辦 就是說 佛教徒怎麼樣 去共享這些故事 這樣子 去 去 去 推 推廣這些故事 我們就發現了 有一點 佛塔 佛塔起了非常重要的 的一種地位 怎麼講呢 就是 佛教徒我們會去怎麼樣 我們會去 就是 譬如說 什麼地方有佛塔 蓋得很好 我們會去 對不對 去了之後呢 他可能不是 只到一個佛塔 他可能就是 整個佛塔巡礼 或是說 他會到兩個三個 當他到一個佛塔 的地方的時候 他會做什麼 其實跟我們現在 有點類似 就是說 除了拜佛之後 就是說 要 就是 就是 我們有一些 就是要 就是要追 就是要 思念佛陀 這樣子 可是我們 還有一些時間 幹嘛 就是聊八卦 對不對 但是好處是說 在佛塔旁邊 我們會聊 誰的八卦 就佛陀 對不對 就是會聊說 他可能之前 他可能做過什麼 然後怎麼樣 犧牲自己的生命 去餵鴿 餵虎 這樣子 就是 所以 慢慢的 我們就發現說 有 有這些佛塔的好處 所以佛塔 有點像那個什麼 傳播戰 或是怎麼樣 就是說 就是慢慢的 把這些故事 就是說 本來只是 談說佛陀 我們說佛傳 是佛陀 從西達多太子 成佛的那個故事 但是有更多的是說 那他之前呢 這個就是本身 本身故事的起源 那我們也發現說 其實菩薩這個詞 最早的用法在哪裡 就是在佛傳本身 最早 菩薩的用法 不像我們今天的用法 我們不是說 看見人就成菩薩 沒有 其實在當時的用法 菩薩就只有一個人可以用 對不對 誰 就佛陀 對 那 由菩薩所做的那些事情 我們就稱為 就是他能夠圓滿婆弱命 對 那 接下來呢 我們就來簡單談一下 就是阿比坦 或阿比達摩 在那個 梵語我們叫阿比達摩 在巴黎我們叫阿比德摩 那因為阿比德摩 這個後面的A是很短的音 所以在印度的 特別像南方的 他們後面的A 幾乎念得非常非常清 阿比德摩 所以在很早期的翻譯 就是翻阿比坦 德摩 就好像我們在講阿韓經 阿韓經 我們說阿格摩 但是事實上 傳進來的時候 那個M 後面的那個A 短音的A 事實上也幾乎 聽起來 就是中國人的耳朵裡面 是聽不太出來的 所以 中國人聽起來 就是變成什麼 阿甘 阿甘 阿甘聽起來是什麼 就是阿汗 我們今天用閩南話 念那個阿甘 有沒有 對 那所以 我個人是學巴黎的 所以我比較傾向於念阿匹坦 或是匹坦 那當然阿匹達摩也可以 那就是一個 Dharma 或是Dhamma 那個法上 有一個prefix 有一個前字詞 加那個就是阿比 阿比什麼意思 阿比很多意思 阿比 譬如說我們在 色力佛阿匹坦 我們提到 叫無比法 那在八見度論裡面 提到叫大法 所以阿比坦有 大啦 最上啦 無比的意思 另外一個阿比 還有一個什麼意思呢 用英文來講的話 就是face to face 就是 當我們 就是修阿比坦 修到後來的話 這個法會怎麼樣 會陷前 會陷到我們的眼前 這樣子 所以我們說對法 那個對的意思是說 是面對面的 意思是說你可以 親見 親正這個法 那當然見我們 就是 在佛教的用語 裡面那個見 不是用眼睛去看的 而是說 我們說正悟有沒有 親正有沒有那個 那這個 在這裡阿比坦也是一樣 那當然就是 假如以這個 巴黎文獻來講的話 佛陀在普理樹下 正悟是靠什麼正悟呢 不是大神經典 聽說是阿比坦 OK 有時候我們很難接受 但是這個是 上桌布的說法 好 所以假如我們 就是用大筆菩薩論來講的話 就是 真上心論道 是 Suthanta 真上界 是Vinaya 真上會 是 阿比坦 那這個按照 中國佛教的方式 經律論 假如按照 這個印度傳統的方式 應該是戒定慧 所以 所以那個 三藏的 方式應該是 戒在前面 然後 經在中間 論在後面 好 那要提到說 那阿比坦的興起 阿比坦的產生是 是一個必然 還是一個偶然 這樣子 我們在 我們在討論歷史的 不管思想的發生也好 事件的發生 我們常常會在談著說 它是一個必然 還是偶然 那我們就要回到說 其實在早期佛教 佛陀是 怎麼教的 我想大家都知道 口傳 對不對 就是說 當時候呢 有沒有文字 不知道啦 但是 我們今天 並沒有 在考古上 並沒有發現說 有文字 留下來 所以 我們推測是說 在佛陀那個時代呢 其實不只是佛教 婆羅門教也是一樣 就是 所有東西都是用背的 今天我們很難 很難去想像的說 為什麼 全部都是用背的 我們今天的最大問題 是因為怎麼樣 我們常常講說 我們有用眼根 還是用耳根 現代人用太多眼根了 所以我們都用看的 特別有那種手機這樣子 我記得 我 小時候還沒有電腦 對不對 然後那個時候 就是電話有沒有 就是 像我們這種年代的 電話這樣 然後我記得 像我爸爸 或是我媽媽 他隨便寄 都可以寄 二三十組電話 有沒有 就隨便問說 那個什麼阿姨 他家電話多少 他馬上就講了這樣子 但是我們現在 我們能夠寄幾組電話 有沒有 有時候想要講說 我們到底是進話 還是對話這樣子 那同樣的 我們也在講說 我們學習知識 真的有兩種 一個是靠眼睛 一個是靠耳朵 就是 你這樣問我的話 其實我之前 好像是靠耳朵的 我耳朵靠得比較多 譬如說我在英國 學英文的時候 就是我一直以為 我英文不錯 你知道嗎 就是 就是我在台灣 已經學得不錯了 然後說 我去英國 然後那個 當地的學長說 要來接我 我說 Bad 我自己去這樣子 對啊 就是說 我到了倫敦機場 我自己 換車這樣子 一下倫敦機場 然後走到那個櫃台 我說 要去坐公車 天啊 我完全聽不懂 英國人在說什麼 那他也完全聽不懂 我在說什麼 這樣 到最後用血的 對 然後 然後 我覺得 我在留學的第一年 我就是 我就是真的把電視打開 我在聽BBC 早上中午晚上聽 為什麼 因為一天的新聞 發生的 就是 早上報 中午報 晚上報 我就這樣一直聽 聽到有一天 我突然覺得說 我的英文好像不錯 為什麼 為什麼說我的英文不錯 因為以前聽的時候 都很認真在聽 這樣 結果有一次 我聽得很不認真的時候 我竟然還可以聽得懂 這樣 這是耳根 耳根的訓練 這樣 那所以 在傳統的方式 我們說多聞 就是你聽得多 表示你學問很好 那我們常常在開玩笑說 佛陀可能不是字 這樣 那不是字 並不表示他學問不好 這樣 那當然 對 就是 當時候到底有沒有文字 因為我們從學界的角度來看 就是找不到資料 除非今天從地裡面 挖出一個 佛陀那個時代 什麼東西出來 我們常常講說 目前可以找得到最早的 大概就阿一王的悲文那些 那佛陀的教法 就是剛剛講過的說 我們知道佛陀 就是說 只要是好的老師 說實在話 就是我們現在的教育方式 是大唐的這種教育方式 事實上 不是那麼好 因為假如真的要對學生有幫助的話 是針對你的個性 針對你的什麼 比如說我們以前看過論語 對不對 論語我們在讀的時候 我們會發現說 不同的學生問同樣的問題 孔子的回答是不一樣的 那以我現在的理解 我會覺得說 佛陀當時候的教法方式 假如就是直接把它 就是有錄音 或是直接文字寫下來的話 應該會跟論語會比較像 或是柏拉圖的對話錄 那些會比較像 也就是說那種問答式的 但是我們今天看到的 早期的 我們說契經 已經是一步經的方式 那為什麼會這個樣子 就是因為口傳 就是說在口傳的過程當中 有些對話可能就問的 可能會保留 或可能會遺失 然後佛陀的說法 可能就會變得比較詳細 或是怎麼樣 就是說或許 因為這個是一個口傳的問題 就是說慢慢的 它那個形式會變得比較不一樣 會變得是說 為了要讓方便 就是一代一代傳下來 那我們今天學界也在研究說 那口傳有沒有一些技巧 事實上是有的 我們在巴黎我們有看到說 口傳有一些技巧 有一些方式 讓你方便去背的 那這個都可以顯示出說 對 當時候整個生團 是用背的這樣子背下來 那我們今天分為 譬如說阿涵分為四部 這個也是跟背誦有關係 意思就是說 對 我們不要把所有的雞蛋 放在一個籃子裡面 我們要分 比較長的經典 比較差不多的經典 比較短的經典 還有那個經典 可能是從一二三四這樣子 增加上去的 我們就把它分為 然後 你只要負責背其中一個就好了 因為我們有不同的生團 那這個就所謂的法師 巴拿卡的一個起源 好 那阿彼坦從什麼時候開始有的 也就是說 我們要怎麼樣去 詮釋佛陀的教法 那詮釋佛陀的教法 就是叫做阿彼坦嗎 不一定 就是說我們今天在文獻 我們看到說 其實要詮釋佛陀的教法 其實可能當時會有好很多種 但是今天我們是阿彼坦 或者阿彼達摩傳流下來的 那這個是一個什麼 這個就是一個歷史的發展吧 只能夠說一個歷史的發展 那阿彼坦要怎麼樣去給它下一個定義 我們要怎麼樣去定義阿彼坦 或是阿彼達摩 在阿彼坦裡面有一個 專門用語叫諸門分別 簡單的講 阿彼坦就是個分析的學問 分析什麼 在當時候是分析經文 然後從分析經文 我們可以進一步的阿彼坦 變成分析法 什麼意思呢 抱歉 講太快了 我們先回到說 那阿彼坦到底是怎麼樣的起源的 那上座部跟所有界有部的說法就不太一樣 上座部認為是說佛陀親口說的 而且他不是在人間說 認為說阿彼坦他在天上 在33天為他媽媽摩耶夫人開示的 這個是上座部認為阿彼坦是從 然後既然在天上講的 為什麼我們這邊有在流傳 是因為佛陀下來之後 才會設立佛啊 他們在講 但是所有界有部就認為說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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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彼坦這一種應該 不能認為說是佛陀講的 應該是說佛弟子 跟幾代後的弟子所做出來的 那這個是傳承上的說法 好 那阿彼坦到底是什麼 剛剛提到說 他是一個分析的學問 什麼意思呢 他就是有系統的去分析諸法 譬如說我們把法二分三分 那二分三分事實上 他不只是二分而已 我們可以畫一個表格 譬如說我們一個景字形 上面我們可以說 善法不善法 這邊我們可以用 其他的有為無為 所以理論上二分法 事實上就可以分為四個 三分法可以分為幾個 四分法 就是反正越分越多就對了 分到後來 對 可能連論詩都 覺得可能有點煩了 這個是分析的 就是說 剛開始分析是很有用的 所以 基本上阿彼坦的 基本精神就是分析 那事實上 這種東西呢 事實上在我們目前的日常生活 也是很有用啊 不是嗎 就是最有用的是什麼 就是電腦啊 我們電腦會不會分析 會啊 怎麼分析 我們會立檔案 有沒有 那個檔案夾 我們有不同的檔案夾 你只要看我的檔案夾 你會發現說 哇 我真的是一堆檔案夾 這樣子 對呀 我記得那個時候 在剛學電腦的時候 有些人不會分類 你知道嗎 就是 怎麼分 就是新增檔案夾1 新增檔案夾2 然後他有三十幾個 新增檔案夾 然後你問他說 那個檔案在哪裡 哇 他很厲害 在新增檔案夾13 找得到 OK 沒有 檔案夾的目的就是 讓我們能夠 有意義的下去分類 那阿彼壇基本的精神 也就是這個樣子 譬如說 佛陀在講新的時候 我們知道說 我們有新意識 有沒有 Citta Manas Vigana 那新意識到底有什麼樣差別 或是它有什麼一樣 那我們這個在阿彼壇裡面 都有解釋 或在居舍論 居舍論會說 新意識是一樣的 可是有時候在用法上 會有一點不太一樣 或是新跟新鎖 那我們也知道說 新鎖這個東西 在契經裡面 我們是看不到的 新鎖也是阿彼壇發展出來的 新跟新鎖 那這個在下一次的 講座裡面會再分析說 新跟新鎖的關係 那假如你們有學過維持 大概就 就是比較可以清楚 另外一個 就是說 我們在契經中 我們在 佛陀的教法裡面 我們也看到說 佛陀在用一些 佛學名相的時候 有時候會用的 還滿多的 但是他並沒有 去解釋 去做說明 譬如說煩惱 煩惱我們可以分解 可以分死 可以分貪 慢什麼的 一大堆東西 這樣子 那這個呢 在阿彼壇裡面 他就跟你講得很清楚 什麼是根本煩惱 什麼是煩惱 幫你分析 那我當時候 我年輕我在學這個的時候 我不知道 對我個性來講 我覺得很安心 你知道嗎 就是說 有些煩惱我知道 我可以把它歸 為什麼樣的煩惱 有一天我會斷除它 那另外一個 那當然還有禪定 禪定我們知道說 在經典裡面也有很多名詞 Samapati Samari Samahita Diana Chitta Eka Grata 那Samapati就翻等字 Samari翻等詞 或者是Samahita翻等韵 都是等 OK 沒有因為 但是 因為前面的那個 Samari 有時候我們也翻三摩地 三妹 我們在大圣經典看到 我們有很多 很多三妹 種種三妹 然後禁律 有沒有 這個Diana 或是禪定 這一些 那這個 這個就是阿彼壇的特色 就是說 我們有各種佛教名相 然後 在彼壇當中 不管是聚舍論也好 或是大彼菩薩論也好 他會給他一個定義 什麼是等隱 什麼是等詞 有的等隱 它跟等詞不一樣 有的等詞 跟等隱也不一樣 但是有一些 等字跟 等隱是一樣的 或是也跟等詞一樣 所以 它那個 假如我們今天要畫的話 我們可以有好幾個圈 它不是 它不是一個圈 套一個圈 不是 它可能是 兩個圈 它可能中間 會有交集的地方 或是沒有交集的地方 這個是我們下一次照來談 就是 以今天的這種前言 我們就先不要談那麼深 這樣子 好 那這個是關於阿彼壇的這種方式 那 當我們這樣在談阿彼壇的時候 我們就知道 我們的理解會比較傾向於說 它是一個比較理性的東西 就是說 我們希望能夠對佛陀的教法 我們能夠用一個理性分析的方式 去分析說 那佛陀講的這些法當中 我們怎麼樣去透過這種 諸門分別的方式去理解它 OK 那這個我們在 世青的聚舍論 我們都看得很清楚 對不對 但是還有一個東西 這個就是一個比較 這個就是佛傳跟本身的 當然你在聚舍論裡面 好像看不太到這個東西 可是我自己在讀 以及在整理的時候 我會發現說 其實世青受這個影響也滿深的 好 什麼是佛傳 什麼是本身 剛剛提過 佛傳呢 就是希達多太子成佛的這個故事 所以我們有看到 那佛陀當時候有沒有一些佛傳出來 可能佛陀晚年的時候 有些弟子就開始在傳 佛陀那些故事 這個是沒有問題的 那佛陀涅槃之後 當然有更多的佛傳的故事出來 那譬如說我們現在大陣仗 我們看到那些本原部 譬如說普耀經 方廣大莊嚴經 佛本行跡經 佛所行戰 這些經典 事實上 它出現的時間 基本上都是在布派了 就是距離佛陀已經是有一些時期 所以裡面有一些記載 就是我們讀起來都會覺得有點 就是會把 佛陀真的會有一些神話了 譬如說我們有讀過說 佛陀年輕的時候很厲害 就是說他拉弓箭的時候 可以 這個同儕的拉弓箭這樣子 可以射到那個什麼 他們也很厲害 然後他們可以直接射到那個靶心這樣子 佛陀不只是射到靶心 他還穿過那個靶心這樣子 還有把大象從城裡面往城外丟有沒有 然後他跑到城外 再把大象接起來那種故事 反正這個就是一個 有些故事的敘述 那普耀經當然 有時候他的敘述也是 也是很有趣的 其中有一個故事就是關於文字的 就是因為是在布派 所以當時候已經有文字了 然後聽說他的老師就教兩種文字 一個是梵俗 另外一個是卡羅斯蒂 就是在建陀羅的教人 就是怎麼樣去書寫 兩種書寫方式 那佛陀這個就舉手 說老師書寫不止兩種 他有六十四種 嚇一跳 怎麼這麼多 還好 不過這種學生假在我課堂上的話 我就很好處理 同學你不要來學我的課 比我還厲害 那我們就是有一些故事的這個東西 但是我們在讀佛傳的時候 我們要知道說 重點是什麼 重點不是在那些 就是佛說有多厲害 所以當我們在讀佛傳的時候 我們就會回到說 OK 我們要怎麼樣去理解佛傳 整個佛傳的重點到底在哪裡 對不對 是從什麼夜下生嗎 不是都不是 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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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媽媽夢到大白象 不是 就是假如我們用 因為我讀書我喜歡用自己的生活 就是說 其實整個佛傳 我自己覺得 那當然也包括我的老師 這個我們都有討論過 其實真正的重點在哪裡 就是我們想一下 假如你是佛陀的 佛陀可以算 以我們現在的話來講的話 他是什麼 他是富二代是不是 也可以算正二代 就是他爸爸是國王 是不是國王我們還不知道 but anyway 就是說他在物質上的享用 應該是不予匱乏 就是他爸爸 就是他要什麼 他爸爸應該都會給他 那很早也就幫他 就是給他結婚了 那你想想看 假如我的話 正二代 富二代 要什麼有什麼 你說我的日子該怎麼過 就這樣過啊 不是嗎 對不對 還有什麼問題 但是在整個佛傳裡面 最重要的是說 對 可是偏偏有一個人 就是希達多太子 他會覺得說 人生不應該只是這個樣子 就是說 好像假如我們只是 著眼於眼前的這些物質的時候 世上好像生命的意義 就沒有了 對不對 所以當我們這樣想的時候 我們在看佛傳的時候 我們就發現說 佛傳最大的意義是在於 就是說 那個出離 那個出離太重要了 就是說 他爸爸給他一個 什麼樣 一個溫室有沒有 就是不要讓他看到 就是不要讓他了解 世間的這種生老病死 這種無常啊 給他的是一個假象 給他一個什麼假象 就是說 反正你的日子就過得很好 之後你就接替我的王位 或是接替我的領導權 就是這樣子就好了 但是佛陀他就是在這裡 假如說我們從人的角度 去思考的話 就是我們要從一個 就是我們從一個 很實際的角度 就是我們會發現說 佛傳要跟我們講的是說 佛陀在那樣的環境之下 他都可以思維 怎麼樣去出離了 但是 我們的情況比較糟很多 可是我們從來不會想要出離 我們只會想要說 我的薪水能不能再多一點 是啊 是啊 沒錯 或是怎麼樣 就是說我們的 我不知道啦 起碼對我來講 雖然我二十幾歲開始學佛 可是我不是承認 有時候我的想法 還是還滿世俗的 可是就是藉著慢慢的 這種薰陶 就是慢慢的思維 才會想說 我們能不能就是 發比較強烈的出離心 那這個就佛傳給我們 我們在佛傳本身提過 就是說佛陀這個詞 或是菩薩這個詞已經有出現了 可是當它出現的時候 它指的就是西達多太子 所以就只有一個人可以稱為菩薩 在當時候的一個背景之下 好 那這個字呢 我們在巴黎的經文裡面 我們就看到了 巴黎就是佛陀沙塔 就是我們說 其實早期的經典 就是我們說佛陀 在說法的時候 主要用的是當地的語言 就是假如我們說 泛語是一個官方的語言的話 那佛陀的說法 這個我們在律章裡面看到 佛陀儘量用當地的語言 而且聽說佛陀也是超厲害的 就是說聽說他走到一個地方 他會學當地的方言 那想辦法用當地的方言講 那我們的阿難呢 聽說也是超厲害的 他就把 有時候阿難不太懂 他在說什麼 可是阿難會把那個音記下來 所以第一次結集的時候 或許是一大堆阿羅漢在那邊吵說 等一下佛陀在講 這個字到底是什麼意思 他可能有太多種語言 可是大家也不要以為說 佛陀講很多種不同的語言 其實佛陀講是不同的方言 以現在來講的話 譬如說假如佛陀在台灣的話 他在台北市可能會講國語 他在宜蘭的時候 他可能就講宜蘭槍 他在陶珠苗的話 他可能講客家 他講陸港槍 諸如此類的 所以我們說早期的經文 就是像這種 可是當我們要把它變成 泛語的時候 就可能有不同的翻譯 那種翻譯就是 事實上也是從俗語變成官方語言 就有一點像 譬如說我們在講 就是好像就是台語 閩南話跟國語的關係 但是有時候這種翻譯 我們今天也會 也會有一種很有趣的那種 那種奇怪的翻譯 譬如說阿拔那種 那我們的國語就寫成 亞拔這樣子 可是明明跟亞 跟一點關係都沒有 諸如此類的 所以Bodhisattva Bodhisattva變成 但是在後來大聖經典 就習慣性的會變成Bodhisattva 那Sattva是什麼意思 這個我想我們都知道 有情 就是Sension Beans 然後Bodhisattva 所以是絕有情 但是我自己研究巴黎的 就說 事實上我們可以有 不同的理解方式 我們不一定要指有情 因為你說絕有情 好像也有一点 那個絕有情 那有情到底是指什麼 當然 對啦 我們可以有一些解釋 但是我們可以有另外一個 Sattva 它可以是梵文的Sattva Sattva是什麼 是追求 意思是說 它是一個追求菩提的人 就是用一種動詞的方式 它不是名 Sattva是有情 一個分詞的方式 就是說追求菩提的 這樣的一個人 那當然Sattva 還有另外一個 我們可以用Sattva 或是Sattva Sattva是什麼意思 就是勇士 Warrior 那這個在藏文裡面 講去Semba Sem是心的意思 Bawa Bawa就是勇士的意思 所以事實上 菩提撒多我們可以 假如我們從佛傳 跟本身去了解的話 我很喜歡把它翻作 菩提勇士 為什麼叫菩提勇士 我們知道在本身故事裡面 佛陀為了要追求菩提 他可以犧牲什麼東西 對不對 他可以犧牲非常多東西 乃至生命 所以是菩提勇士 那當然你菩提也可以 再翻 比如說 覺醒 覺醒勇士 或是怎麼樣 那所以我們也看到說 在大聖經典 常常看到的菩薩摩河沙 Bodhisattva Masatta 我們可以用追求 或是一個勇士 是一個菩提的勇士 是一個大的勇士 為什麼他是一個大的勇士 這個在解脫道 我會再提 這個會再提 假如從傳統的解脫道 來看的話 其實要解脫不難 可是要成佛呢 我們都知道需要 三大阿神七節 也不止 他還要外加一百節的 要去修那個 那個三十二相好 那所以 假如正在不害佛教 或是 世青那個時代的理解的話 拒舍論 大比菩薩論的理解的話 要成佛 真的是要花很多時間 但是 假如你有心 你願意學習佛陀這樣子的 所以稱為大聖是因為 我本來可以 在很短的時間 我就可以憎悟 但是我不願憎悟 或者說 我為了利益一切眾生 我願意把這個 憎悟的時間拉長 用個譬喻 不知道好不好的譬喻 就是說 明明 譬如說坐高鐵 你就是從高雄坐到台北 你可以下車了 但是你就死不下車這樣子 這樣的屁好嗎 不過anyway 我的意思是說 為了要累積更多的福德之良 願意就是說 可能你在一個很短的時間內 你就可以解脱輪迴了 但是佛洛美歐 他選擇了一個更長更長的時間 也就是因為這樣子 我們在談這個菩薩的時候 我們會稱為他是個勇士 好 那談完了佛傳的一些 那我們接下來談本身 本身也是我自己 很喜歡的一個課題 就是說 我博士的論文 我是寫阿彼壇 可是到回來之後 因為你知道我們現在 就是拿博士回來 就是助理教授 那你從助理教授升副教授 那你只要從副教授升教授 那你要每升一集的話 你就要教 就是相當分量的文章 或是一本書這樣子 然後我原本研究阿彼壇 然後我升副教授的 我是研究本身這樣子 那事實上 看起來好像差別很大 可是 假如我們這樣聽下來 你就會發現說 我還是圍繞在整個部派佛教 就是明見的 好像是阿彼壇 是一個好像很理性的東西 可是更重要的是說 我們有那個希望能夠 效法佛陀的那個情操 就是在佛傳本身 那我也 就是之前我在研究本身的時候 我也發現說很多 好像在研究本身 都用所有的文學的角度去看 九色路啊 幹嘛 可是我自己 因為我就是學佛學的 我覺得說 其實本身有它的宗教意涵 而且本身是有意義的 那它的意義就是 那就是我這樣剛剛講的 就是說 假如我們願意效法佛陀的方式 我們不光只是追求解脫而已 而是追求能夠利益眾生的 這種方式的話 然後那些故事都表現在本身裡面 那本身呢 我們有發現說 有巴黎的文獻 也有漢裔的文獻 我先談巴黎的文獻好了 巴黎的文獻有五百多個故事 五百四十七個故事 然後就說 佛陀在過去生神做什麼 但是我們想一個 就是說 那我們要怎麼樣去幫佛陀 這個本身故事做分類 對不對 要怎麼樣去幫本身做分類 我第一個想法是說 要分類的話 就是說 佛陀做天神的一類 佛陀做國王的一類 做婆羅門一類 做什麼的一類 這樣子 這樣子分類好不好 巴黎沒有這樣 沒有採用這個 而且這種好像也還滿爛的 巴黎采用的 巴黎文獻的本身故事 分類是怎麼分類 就是看故事長短 短的擺前面 長的擺後面 也是滿爛的 所以就有個問題 就是說好 那我們要怎麼樣去幫本身 去做分類 對不對 那就是因為要幫本身做分類 所以我們去思考說 本身在講什麼 佛陀的故事 佛陀累劫累世 所做的那些德性 那些品德 所以我們事實上分類的 不是故事的分類 是佛陀做過哪些德性 哪些品德的分類 這個才是重點 對不對 所以當我們這樣想的時候 我們就知道說 用什麼分類最好 波羅蜜 對不對 佛陀在這一世 他可能是做一個龍 印度龍跟中國龍 是不是一樣 不知道 OK 可能差不多 然後他為了要持戒 他不會傷害人 可是人會去傷害他 可是他為了持戒 他就是OK 就是不管人怎麼樣 去傷害那隻龍 他就是 他就是還是 就是不願意去傷害人 這個就持戒了 那還有一些 譬如說 怎麼樣去精進 對不對 精進的故事 那這個也就是 所以我們就發現說 當我們用波羅蜜 這樣的一個分類方式 去分類的時候 就發現說 其實就可以比較好的 去說明 佛陀的這種 累世的 這種德性 好 那現在問題來了 這種分類是不是 就只有一種 還是事實上 它可以分很多種 對不對 這個我們在 大匹菩薩論 我們就看到 事實上波羅蜜 有四波羅蜜 有六波羅蜜 甚至有十波羅蜜 那巴黎的形象 還有七波羅蜜 所以我們就發現說 其實波羅蜜的方式 波羅蜜可以分 很多個波羅蜜 我們今天理解的 六波羅蜜 它只是一個 它不是唯一的選擇 只是剛好 當歷史的發展 或是波羅蜜思想的發展 到了大盛經典 就成為六波羅蜜 不然在整個 整個 整個 佛教史上的發展 它可能會是四波羅蜜 比如說 在大匹菩薩論 它就一直在講說 他們認為 那些匹菩薩斯認為 波羅蜜四個就夠了 那當然 以巴黎的這種形象 或形象柱裡面 會認為說 不行 我沒有用十個 所以 這個就是一個 這個就是 對 我想 我不知道大家 是不是第一次聽到波羅蜜 是可以這樣理解 OK 但是 假如我們從 這個也是我這一次 講做一個很重要的目的 就是說 當我們從 從佛傳本身 去思考波羅蜜 的時候 其實波羅蜜的意義 就很大 像六度幾 有沒有 這個 傳統漢義叫六度幾 經 但是 事實上 它不是經 因為我認為 經是佛說的 六度幾 只是 把佛陀的那些故事 的本身故事 把它給 收集起來 然後 按照 這個 布施慈戒 忍辱精進 這樣子 六個波羅蜜的方式 去 去分它 這樣子 當然 有神經 神經就是本身經 本身經 或是菩薩本身慢論 本身慢 Jatakamala 這個也有梵文本 這樣子 那這個就是一個 所以 當我們在 回過頭來 我們在思考 整個 布派佛教 的時候 我們就發現說 其實布派佛教 的思想 就是布派 是一個很 很dynamic 很有活力的 很活潑 就是說 他為了 他是替大聖哲學 或是大聖運動 假如我們把大聖 當作是一個運動的話 鋪了一個 很好的一條路 不然的話 佛教的大聖起源 搞不好 還會再往後演 今天我們會覺得說 大聖的起源 好像是一個 理所當然的 可是假如我們放在 印度佛教史上 上來看的話 沒有 因為我們在 奇那教 我們沒有看到大聖 我們在印度教 我們沒有看到大聖 我們就在 佛教裡面 我們看到有大聖 那這個大聖 所以 所以對佛教來講 這是一個很unique 是一個很 很 怎麼講 就是 它是一個 很特殊 很不同的一個現象 那這種 特殊不同的現象 假如我們擺回 整個 整個佛教 印度佛教 思想史上 來看的話 我們就發現說 它不是一個 它不是一個 突然產生出來的 它還是有一個 它還是有一個歷程的 對啊 然後 接下來呢 我就要談 阿彼談 跟大聖哲學 還有說一切有部 因為說一切有部 是一個 對我來說 我自己在寫論文的時候 我真的是 一直在想說 到底有多少人 好好地讀過 所有切有部 就是我當時候 我的想法 因為 很多東西 我這樣讀讀讀 發現說 其實 要好好地理解 其實不只是 所有切有部 所有佛教思想 你真的要 很多時候 你真的要放下 然後你就是 你就要去 就是把它當作 就是你是他們的 然後去想說 他們為什麼會這樣子 說明 會這樣子解釋 這樣子 那這個 下一次的講座 就是要談所有切有部 談三四十有 法體横存 然後 對 所有切有部 是主張自信有的 對 然後就說 為什麼主張自信有 還可以有解脫 這樣子 這個在下一堂課 都在 就是 就是下一個講座 不好意思 不是下一堂課 在下一個講座裡面 我會再說明 然後 今天的 大概就是先到這裡 我再簡單地 整個回顧一下 就是 沒有 這我上課的特色 這個 這個沒辦法 對 就是 在 這個前言當中 基本上 我們要談的是 世青的拒舍論 好 那我們要能夠了解 就是 比較好好的了解 世青的拒舍論 我們要了解的是說 那世青所本的那些阿匹潭 到底怎麼來的 所以要了解 阿匹潭 我們就是要從 布派佛教開始講 好 那布派佛教發展的 我 就是像剛剛講的 就是說 他的思想不只是阿匹潭 他更重要的是說 整個佛教是在擴張 然後 當時候也在思考 就是說 我們能不能學習佛陀的精神 這個是佛塔的意義 就是說 有些佛塔是有設立 有些佛塔是沒有設立 可是不管怎麼樣 佛塔的設 就是說 今天我們立一個佛塔 它本身的意義 所以我們在佛塔 常常看到有一些 佛傳本身的故事 雕刻在上面 就是說 我們 我們懷念這一個 非常好的一個導師 所以當我們在懷念 這個導師的時候 我們在想說 我們能不能效法他的精神 那當時候是沒有所謂的大聖 可是 有這樣的一個想法 產生的時候 慢慢慢慢的 這種小小的 這種 這種小滴小滴的水 到最後就聚成一條大河 那當然 在布派的時候 就是我講過說 其實布派不是一件壞事 為什麼 因為 我們也發現說 當 當整個佛教 發展 就是說 我們從恒河開始往 印度河 或是往南方發展的時候 我們發現說 氣候不一樣了 所以生活習慣會不一樣 當生活習慣不一樣的時候 原先在恒河這邊的 佛陀所制定的 這個生活規約 是不是 要適當的做一些改變 那當然就會有不同的事情 有些人說 佛陀制定的就不能改變 但有些人說 為了這個 這個 這個我們的方式 就可以做一些改變 那這個在中國佛教 就是我覺得 中國佛教 一個一大特色 就是說 非常好 中國佛教 我們沒有改變戒律 我們用的是清規 用清規就是說 意思就是說 我們在不同的 寺院什麼的 我們有自己 立不同的清規 意思就是說 我們按照這樣的方式 我們從事 就是生團的這種 這種生活方式 那當然對 一個很重要的一個 理念是說 即使是 佛教有不同的部派 可是 這種不同的部派 所代表的只是說 所持的那個 規約 或是生活公約 我們叫做戒律 它是不一樣的 可是這種不一樣 並不是說 為了要標新立而不一樣 而是說 它在不同的地方 它運行的方式 它就是不一樣 但是我們不會因為 就是有不同的理解方式 所以我們就說 這個是不對的 那當然 部派佛教到後來 譬如是像 說一切有部 這個它是因為 教義而立的名稱 這個當然是 後來的發展 所以我在這裡 我也並沒有跟大家提議說 部派分了18部 我分了20部 那18部是怎麼樣在分的 因為我覺得說 其實這個就是一個 細節的問題 就是說 這個大家有興趣 大家去看一些 佛教史的書 但是我自己看了很多了 我會發現說 其實那些分類 其實有很多 也是文獻上的分類 事實上是不是這樣 是不是 我們把它放在一個 真正佛教史 或是教 教團的 實際發生的 是不是這個樣子 其實我們也不知道 對呀 那以我的個性 我會覺得說 那文獻上的東西 假如它不是 能夠很真實的 反映現狀的話 那就是OK 好 那最後一個 就是要提到 就是說 對 這個時候 佛教開始發展 這很重要 這非常非常重要 部派佛教 雖然是有 有不同的部派 意思是說很多僧團 這個同時也代表說 佛教正在發展 佛教是一個 有生命力的一個宗教 在當時候 所以相對的 我們在看 其那教的時候 其那教並沒有 並沒有發展得很厲害 因為假如我們回到 佛陀那個時代 來看的時候 其實其那教 當時候勢力很大 就是說我們知道說 當時候 其實我們必須說 沙門並不是說 很嚴格的規定 我今天是個佛教徒 或我今天是個 其那教徒 沒有 在當時候是怎麼樣呢 當時候就是 你今天覺得 你要聽這個師父的話 就有點像上課 我今天去聽 大雄 聽一聽 OK 然後我就走 然後我就聽到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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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敲達摩 在那邊講法 然後覺得說 它比較合理 我就待下來 所以當時候 我們可以看到說 其實其那教的 那個勢力也是 蠻龐大 我們在 經典裡面 我們常常可以看到 有那個其那教徒來 然後來辯論 或是幹嘛的 那佛教後來 為什麼會壯大 就是我說 對 它有內因 有外源 內因就是因為 佛教的生活方式 或是說 修行方式 採取的是中道 雖然是沙門 可是它是一個 對啦 以我們現在的 的話來講 是說 它是一個有尊嚴的沙門 因為我們有 就是 就是 出家中有衣服要穿 就是 然後我們有波 然後我們有卧具 那生病的時候 我們還有一些醫藥 這個四個資具 是非常重要的 對 那外呢 那當然就是要感謝 說有阿育王 阿育王大力的支持 這樣子 那 簡單 預告一下 所以下禮拜呢 下禮拜就會從 這個 所以協會有 開始談起 那 對 下禮拜會比較 辛苦一點 就是說 會有一些 思想上的爭辯 這樣子 然後那 有些思想可能 對 我可能要用一些 比喻啊 譬喻啊 或是甚至 看能不能用一些電影 這樣子 你們看過 因為我覺得 現在有些電影 實在是做得 很棒 你知道嗎 就是說 有一些 很好的一些想法 黑洞旁邊 還可以怎麼樣 這樣 OK 好 那 就是 我們這一次的 講座 就是先到這裡 好 謝謝大家 好